2022全球杰出乔生校友社会公益类获奖人 周五平医师毕业于国防医学院 111年全球杰出乔生校友社会公益类得奖者周五平 于1969年获得在香港参加台湾大专联考的机会 进入国防医学院就读 委员长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叫周五平 我是1951年在香港出生 家父在青少年时候从军 从越北在越北与日军作战了八年 然后内战之后逃到了香港 当时家父除了养妻活儿之外 还需要时常救济在大陆的亲人 生活是比较艰苦 所以我虽然有学医的医院 但是以当时的环境这个愿望实在是非常遥远 可是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大专联考 考进了国防医学院 让我很顺利成为一个医生 这个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毕业之后我曾经在香港医院工作一段时间 后来回到台北农民总医院工作 在1993年时候参加荣总与持绩 还有台大医院一起创立了世界第一个华人骨髓移植的资料库 那后来因为是家庭团聚的关系 在1994年我们就移民到美国来 在马里兰州 Great Baltimore Medical Center 我再次完成这个内科训练 然后在大华开业 我记得在移民美国的初期 全家都得到美金华人活动中心 很多方面的帮助 得到我们全家都很顺利地融入这个社区 所以我是觉得一辈子得到很多贵人的相助 那在2003年时候 我协助美金华人活动中心 创立了泛亚义务门诊部 专门为你的低收入没有保险 还有语言有困难 对英语方面有困难的病患服务 那并担任第一任的这个医务主任13年 不然因为社区的需要 而且得到这个政府的重视跟资助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医疗中心 现在我今年刚刚退休 但是仍然希望能够定期为需要的民众服务 这个让我的退休生活有意义 那我很高兴能够撑这个机会 感谢中华民国 乔委会 还有我的母校 国防医学院对我的栽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